起床啦 我叫封城俊 小声文斌 今后我们三人 就住在同一屋檐下来 要么小弟留下来陪我睡 要么你们两个都跑去 让我陪你睡 你让他陪你睡 文斌兄 你也来洗澡啊 难道我的命运就注定如此 你来学一学 我帮你看一下 文斌兄 果然体虚啊 连腿毛都这么牺牲 一点胡子都不眨 如果以后日子都是这样的 我也太惨了吧 你们作为云上学堂的唐生 每个人需要完成的任务 就写在你们手里的 这份密令上 那万一完成不了任务 会怎么样 脱光衣服 跳进荷花池 一个人 特别是唐生 上了战场就不可以放弃跟逃避 我会向您证明 男子能做到的事情女子也可以 去追求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去改变你认为的不公寓 真正的强大 并不是 要向别人证明什么 你要让所有瞧不起你 都对你刮目相看 不要辜负 大家对你的信任 嗯